歡迎收看電玩宅素沛 我是主持人羅特 也有文化內涵的擬人化 IP 像是劍隊 Collection 還有刀劍亂舞等 都是 D.N.M. 所推出的熱銷大作 而如今 D.N.M. 卻把腦筋動到了日本佛教領域 準備要推出一款名為南無阿彌陀佛 連台無天娜的真正佛系手遊喔 馬上一起來看看吧 其實 D.N.M. 曾經想把日本神社都萌娘化 開發一款網頁遊戲 只不過事前沒打過招呼 日本神社本廳認為有侵權的問題 最後只好終止開發 有了這樣的經驗 D.N.M. 這次就學乖了 南無阿彌陀佛連台無天娜 製作發布會直接選在寺廟中 也得到日本佛教協會的幫忙 在開發上可是順利的許多 遊戲是把日本佛教的神佛擬人化 以兩大護法善神梵天地勢天來帶領眾生 對抗魔王所帶給世界的煩惱與焦慮 遊戲UI設計也非常的佛系 主要的介面叫做本堂 玩家生活的地方叫做大方丈 治癒戰鬥的功能則是進戰 玩家要去進化眾生的煩惱 這些神佛也都有各自的神通技 就像一般手遊的大絕招一樣 如果神佛角色搭配出符合佛教經典的組合 還能使出連禁技 目前日版正在事前登陸當中 各位有慧根的玩家們 跟著神佛一起來進化人間吧 各種人都會旅行 我們去死亡 會主要健身的 策略 中文字幕 李宗盛